新一轮以发冲突再次掀开 引起全球的关注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在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 名为阿克萨洪水的突袭军事行动之后 以色列是处于战争的状态 军方发起了名为铁剑的大规模行动 回应哈马斯的攻击 那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突袭 被形容是近年来规模巨大 根据了解双方已经有将近500人死亡 超过3400人受伤 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已经宣布了 取消飞往以色列克拉维夫的航班 那么美国乐坛天王Bruno Musk 也是有紧急取消 昨天晚上在以色列克拉维夫的演唱会的 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在大马时间 周一凌晨3点召开紧急会议 来讨论中东巴以局势 这个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巴西 在一份公开声明当中是谴责了这一次的袭击事件 并且表达对以色列的声援 另外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 以色列南部雷伊姆基布兹举办的音乐节预袭 一位25岁的以色列女学生 阿加曼尼遭到武装分子用摩托车炉走 那么女学生的家属有释出当时候的影片 可以看到呢 这个女学生她尖叫的哭喊 别杀我 一边是被人强压上机车的 以色列方面已经证实了 有平民士兵被绑架 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数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